大家好,我是Stan 一位韩国网友在上个月写下的 有关RedWeb与Brave Girls的分析贴文 最近在韩国论坛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所以今天就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贴文 时隔两年RedWeb已完全体回归了 虽然就在前一张专辑创下了很好的成绩 但是这期间因为这一等专辑发表有一直延迟 那么完全体回归的RedWeb拿下了什么样的成绩 Ini风波又有了什么影响呢 首先最明显的部分是粉丝火力 在这之前首周专辑销售量没有突破过10万张的RedWeb 这次已经突破了20万张 本来很多人猜测 Ini争议会不会影响到RedWeb粉丝团的分裂 但是只因为这种程度的争议 就被质疑粉丝团分裂 真的很不像话 支持包括RedWeb的Twice、BlackPink等三代代表团 最大的力量就是庞大的海外粉丝规模 只因为特定成员们的一些争议 就马上改变态度的韩国粉丝们 对这些团体来说已经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了 这种程度的团体们 除非是犯了无法原谅的罪行 否则是不会轻易倒塌 同样的例子 最近回归的Stakeage 虽然也发生过成员的霸凌争议 但是也无法阻挡该团体急速上升的人气 专辑预告就突破了90多万张 与NCT一起成为了代表四代的男团 再回到RedWeb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大型经济公司的IDOL 尤其是SM的IDOL们 因为一点点的争议 整个团体就受到打击的情况 虽然刚才有说 因为RedWeb的海外粉丝规模庞大 所以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实际上 韩国大众们对他们的反感 其实也不是很大 RedWeb从出道到现在 因缘成绩的起伏其实也蛮大的 而且这次又发生了艾琳争议 所以很多人就非常悲观地看待这次的回归 但是RedWeb打领了这些人的担忧 但因缘排好榜拿下了很好的成绩 让包括艾琳的RedWeb再次登上了舞台 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虽然说在这次回归之前 也是有了一些杂印 但是因为这次完全体回归的成功 下次就不会有人觉得 包括艾琳的RedWeb回归有什么问题 然后选择新取Quindom作为主打歌 我觉得是很棒的决定 RedWeb一向是挑战独特风格的团体 甚至有时候还会与大众取向太不符合 而引发过热议 但是这次的回归 是跟整个团体之后的命令有关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不会失败的选择 因此就以相对比较安全的歌曲回归了 我认为这次的回归 RedWeb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 保住了5人RedWeb的形象 久违的回归 也是在各个指标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再说一下Brave Girls Brave Girls最近也以Repackage专辑回归了 虽然我觉得主打歌Super的比Chimabata还要好听 但是看现在的排行榜成绩 真的会怀疑 这是在半年前引起全国民性的人气 创造逆行神话的女团Brave Girls吗 当然这是Repackage专辑 而且也没有打歌舞台 但是就在前一阵子以《隆岭歌曲》 在排行榜最上层霸占了几个月的歌手 这么严重跌落的情况 真的是几乎没有 更何况也没有发生什么正义或者是犯罪 虽然不能一般化 但简单整理一下的话 因缘排行榜的反应就等于大众反应 专辑排行榜的火力就等于粉丝团的火力 不到6个月的时间 就让大众们失去期待感 真的是很严重的情况 那么专辑成绩又怎么样呢 专辑成绩是跟歌曲的品质 以及大众反应是无关 而是跟这期间有多少粉丝们 流入流出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 大众们的意见非常两极化的 Twice 西哥呢 跟Red Web 金森拉宾 当时也创下了最高的专辑销售量 所以专辑销售量不是反映 比之前成绩不好 虽然也要考虑到 这次才隔了两个月就发表的Repackage专辑 但是像Brave Girls一样 刚成为大事的团体 就算是Repackage专辑 也都会创下比先前发表的专辑一样 或者是更好的销售量 但是现在 之前有很多人都拿Brave Girls跟EXID的逆行做比较 因为不管成不成人 EXID跟Brave Girls的逆行 有着非常多相同的地方 解散之前因为一个影片起死回生 在著名制作人创立的公司出道的女团 以性感风格出道 成功时期是与新一代团体们崛起其重叠 所属公司与粉丝们发生冲突 但是那些人常常也会说 Brave Girls跟EXID不一样 不是依靠着一个人的颜值而成功的 而且粉丝忠诚度也是更高 但是反过来分析一下这句话的话 比起之前以同样的方式 取得成功的中小经纪公司女团 EXID AOA Girls Day Brave Girls没有以存在 就能获取大专门失线的颜值成员 当然不是说成员们不漂亮 如果没有大型经纪公司的计划能力 让粉丝团规模扩大的话 不管是颜值也好 性感风格也好 首先是要有个能获得大众们关心的武器 就算Brave Girls的叔叔粉层很坚固 消费能力很高 但是IDOL圈还是需要抓住年轻人的心 想要在IDOL市场长期拥有竞争力的话 抓住10 20代年轻人的心是非常重要的 真心觉得这个部分做得很遗憾 说到这里突然觉得很讽刺 只在几个月之前 大众们看待这两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因为争议以为会就这样结束的大型经纪公司女团 华丽地回归巩固了自己的位子 逆行神话的女团却很快就遇到了危机 也很想知道大家对这两团的分析又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Redweb只有在几个论团被骂而已 看音乐成绩的话 能感觉到在国内还是很有人气 那个时间也是道歉后结束了 但是Brave Girls的伦领就像是个奇迹 之后的奇马发展Sweet Butter歌曲都太土了 导致团体本身也变得不知道有什么魅力 有反应后引起话题的话 之后的操作非常重要 但是一点奇化能力都没有 也没有打动12世代的魅力 Brave Girls的成员们都那么有魅力 都是所属公司的企划失败害的 这就是大型与中小型的差异 所以对于Redweb的Brave Girls的分析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大家知道这些艺人们有什么共同点吗 他们都是今天过生日 我们一起来庆祝他们的生日吧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